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和大家的天氣那麼好 就出來看看美景 分享一下我們剛剛上盤的二手樓列程 這個建築其實很新正的 我們這個建築叫Joyce 因為它是直接在Joyce Sky Train Station 的上蓋 下面就是天車站 Joyce 其實是溫哥華東區的一個站的位置 我們現在的面前是正南邊 大家如果住在Joyce Building 最近買菜的地方 樓下就有些小小的食物店 大的 大家可以走到那一邊 10分鐘左右的走路 開車就兩三分鐘的直路 那邊就是Kingsway Kingsway上面有Safeway 那邊有一家London Drugs 也可以買到一些生活用品 然後Kingsway完線都可以有很多的食肆 例如木屋炭烤、茶餐廳等等 然後駕駛的話也很方便 因為由這裡 無論你是坐Sky Train還是駕駛 那邊就是Metro Town Metro Town有麗精 Metro Town本身的本身有很多配套 那一塊這麼大的樹林就是Central Park 駕駛過去五分鐘 大家就可以去森林裡玩了 然後這一邊一直向東 我們看過去那一堆樓就是Low Heat Burkutlin 然後正東北這一邊有幾棟高樓 那邊其實已經是Brandwood了 大家熟悉的AmazingBrandwood 模特兒在那邊 所以其實無論如果大家住在Joyce的話 你駕駛坐Sky Train 10分鐘內去到Metro Town 如果你要駕駛去Brandwood的話 都是10分鐘左右 那什麼都齊齊了 Costco都在那一邊 好了 現在我們這一棟樓 West Bend建的 它就在30樓的最高這一層 建了一個會所設施在這一層樓 有一個Carmen Garden 大家可以上來種植物 可以坐在那裡聊聊天 吃東西 也可以看看美麗的風景 然後裡面有一個Gym房 Gym房都是有落地玻璃 看外面的美景 大家可以浸進去 經過Gym房看看 這裡有Gym房 有不同的Sky Train 都可以出去 這邊有洗手間 兩個洗手間 然後這裡有Music Room 這些通常要預約了才可以使用 然後這裡也有一些 是In Door Party 或者Lounge Area 大家可以跟我進來看看 可以在這裡休息一下 跟朋友聊聊天 它也有些Slyding Door 可以再出去 它這個建築不同方向的露台位 是看風景或者是休息 這個Lounge Area 還有一些不同的Study Room 大家可以使用 譬如在一邊做功課 開會 那邊也是出去的 我們看看這邊有什麼 這邊繼續是Study Room 很多個Study Room 都沒有人擁有 很棒 對不起 有人 好了 我們看完了 我們現在就去到1309 which is我們的Listing單位 看看裡面是怎樣 今天跟大家看的是一個 兩房 一Band 加一個洗手間的單位 它的方向是西北 Corner 我現在正前方看上去 其實是西北邊 我看到那邊遠處一堆高樓 是下跌 這邊開始是North 所以今天天氣很好 但多一點雲 所以看不到雪山 其實那一段時間都是雪山景 然後到這邊東北 Corner 直往後面已經是Brandwood 這邊看過去就是南邊 今天我們高度天氣好的時候 其實是有一點水景 那邊飛機降落 一路過去其實就是Richmond 我們看完外面 現在就看看裡面 這個露台就長條形 不算很闊 不過其實走出去看風景都挺舒服的 除了客廳有個門進來之外 這邊還有一個sliding door 是進去第二間房的 second bedroom 我們由客廳位進去 因為Joyce這個建築 都會坐落在一個比較繁忙的中心地帶 有sky train 有大馬路 West Bank的發展商當初在這棟樓的時候 因為West Bank的定位通常比較高端 它建築的時候也有關注到這個問題 The noise concern 所以它的sliding door是特別重身的 它是三層玻璃 我拿上手拖拉的時候都會覺得它比較重身 你要鎖起它的時候就是這樣鎖起 好 我們現在進到unit的裡面 這個單位的面積是617呎 是屬於細兩房單位 這個位置就已經是客廳位 這個單位現在的狀況是出租了 租客也是陸續置物當中 所以未有完整的梳化電視 簡單單放了一張餐桌在這裡 上面其實都有吊燈位可以裝燈 房間分兩邊 兩個房間一個洗手間 洗手間放在這裡 這個洗手間是cheater bathroom 外面可以進入 這個主人房也可以進去 然後很簡單後面一個長條形的廚房位 再出去有一個釘和門口 先看看廚房 廚房的話其實它的桌面空間也挺足夠 主食爐的話 West Bank也用了比較高級的電器 是Milla的牌子 下面那個叫焗爐都是Milla的 這個租客似乎不太喜歡焗食物 裡面很乾淨 上面多一些煮食的痕跡 廚房這邊 進來的位置也有一個 entry closet 忘記了 租客在這裡我們不太方便出場 不太方便去看 繼續看廚房空間 這邊上面有些開放的儲物空間 上面還有些儲物櫃 租客在住 我就不打開裡面的東西給大家看 上面就是微波爐加抽油煙機 一個二合一的組合 然後下面這裡都是台面空間 有櫃桶打開的空間 雪櫃在那一邊 它的設計來說 大家會看到它是木紋的櫃包邊 這裡還有一條白色的 這個白色的其實是quartz 除了台面是quartz back splash都是整塊quartz 然後上面這一塊包邊 包括這裡都是quartz去做的 所以材質上都運用得相當不錯 然後這一邊 走廊的這一邊 剛剛好不會撞燈 可以打開到這麼大的 這個就是laundry space Bosch的洗衣機乾衣機 這個是laundry space 然後大家可以看看 這裡就是釘 現在的租客都有些personal belonging 所以我們找些白布遮掩 釘也可以足夠放到酸太家電腦 來到這邊就是門口位 門口位進來就是一個entry closet 裡面是掛衣服的 就不拍給大家看了 我們回到unit裡面 留意到它全家屋的設定 所有這些由廚房進來 剛才釘洗手間 它全部都是鑽了磚塊 就沒有laminate flooring 或者engineer hardwood 全部都是磚 防水性會稍微好一點 兩個房間是用了地毯的 我們首先看洗手間 洗手間的配色很grand 很漂亮 是黑色的全黑色 整個洗手間的所有牆壁 除了天花板之外 都是鋪了tiles 這些tiles大概是兩呎成一呎左右的size 它是黑色 又配少少深灰色的尊縫 有少少效果 包括這一棵牆 這一棵牆 其實是shower stove的那棵牆 都是鋪了磚 由這一邊、入面也是 所以鋪磚的費用挺高的 整個廁所都是 包括地磚都是 這裡有兩個洗手盆 坐廁在這裡 然後再加上這裡 一個比較長的shower stove 也是做了無框玻璃 這塊玻璃是fixed的 這個可以打開 有一個可以拔下來的花灑頭 裡面的配色都是用了黑色的 然後這個洗手間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它的地磚是有new heat new heat的控制 就會在燈制旁邊 這裡 現在是調到25度 所以我一邊踩下來的時候 很舒服 不想離開洗手間 這邊客廳進來 還有一個cilla bathroom 也可以通往主人房 這裡有一個sliding door 按一下圓形的滴 然後把手就出來 你可以close up 拿上手都重新的 全屋的門都是實心門 進來這間是兩間房間 這間可以叫做master bedroom 因為它連了洗手間 這邊有closet space 是兩個衣櫃 看出去的話 因為這不是corner unit 也是普通的 就是跟剛才客廳 和另一間房間一樣的view 西北corner 看到單攤 也看到sky train 跨過了這個living dining space 之後 這個就是小一點的房間 但其實它的size都不錯 現在這個位置 這兩組吊櫃是發展商 當初原裝留在這裡 這個空間其實是足夠 放著主人的screen size bag 現在這張應該是double 是小一點的 所以還有一些洞位留在這裡 兩邊有電掣 然後這裡整個衣櫃 都做了一個凹位 這裡可以放一些 譬如說床頭燈 手機那些東西 兩邊都有 這個衣櫃是原裝備了 我不太方便開大給大家看 但Sneak Pit有些分層架 可以掛衣服 下面還有一些space 下面還有三格櫃桶 除了這兩個櫃之外 這間房間還有一個櫃 這邊還有一個衣櫃 所以closet space都足夠 這邊也可以直出露台 沒有 沒有 也會有窗簾提供了 它是這些叫做 有少少 blackout blinds 所以即使這個單位向西北 corner 大家如果擔心西斜 或者太陽很厲害的時候 會不會下午睡不到下午 其實當你把blinds放下之後 光基本上不能進來 這是blackout blinds 總結一下這個單位 617呎室內面積 兩個房間 一個釘 一個洗手間 然後現在掛牌價是749,000 因為租客不太方便 平時去做showing 或者做太長的open house時間 所以我們暫定在這個星期六 即是4月2號的2點到4點 就會在open house 都有appointment 有聘取的朋友 可以找你的經紀 跟我預約時間 或者你自己找我都可以